大家好,欢迎来到霸财功能应用介绍 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股票里面的一个市场轮廓 市场轮廓是指 找出市场里面 哪个股的成交量相对密集区 它的意义跟我们刚才说的四个空间有点类似 但是它的功能更复杂或者比较广泛 首先这里的一个周期是指15分钟 我们可以将它60分钟30分钟 也就是在周期里面出现某个价格的频率和次数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但是它有一个时间周期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将我们5日内 5月4号5月5号5月6号 这一天里面某个时间段出现的次数 也就是说它给四个空间相对国家法 它不单只可以看单日也可以看连续多少天 比如说我们这里设置为5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指中国通讯服务这只股票 5日里面 5日里面 15分钟周期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情况 比如说 第1 5月4号 成交量最大的或者 出现次数最频繁是多少 是3.69 最高价 high pitch 是3.7 最低价是3.64 而波动次数最低 最高次数是3.69 同样是 这一天里面最高价最低 和它出现最多次数是3.65 你可以发现 这只股 它的价位的一个波动情况 是连续几天是向下的 而且向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在这里 这里 这里 都会出现了某个成交密集区 这个成交密集区 成交密集区 如果它是分散出现的 那你就可以发现 这5日或者这几天里面 它的成交情况 成交情况 是1.23 次序向下 这个成交密集区就会形成 由3.6 到3.69 这个价位里面的一个 阻力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OK 我们再以一只价位 700为例子 打开腾讯控股 大家就可以发现 在这5日里面 成交量比较大的 是3.7 当日里面 成交量比较大的 是3.68 这两天 成交量比较大 是3.69 到3.7 为什么这里会是黑色的呢 因为它在 这个成交量最大的价位 或者是成交次序最大的价位 是在收盘价 或者是当日开盘价以下 所以它会呈现黑色的 如果是 这一天的收盘价 或者是这个 前一天收盘价 和当日开盘价 以上 它就会出现红色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700是拉升的一个 趋势向上的 拉升的趋势向上的 来到我们的6号10号11号 你可以发现 它的一个趋势反而向下 也就是说 升了两天之后 它会在这个高位形成 阻力 它的阻力在哪里呢 是 我们刚才看到的 成交物质区 368 到370 这个就会成为阻力 为什么它会成为阻力呢 因为 当这个位置出现成交物质区之后 股价 突然之间大跌 跌完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 350 到我们的341 到我们的351 你可以发现它是 先下 再上 出现V形 V形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前高360 到350之间 又形成了一个成交物质区 这只股价如果再向上 冲冲冲冲 冲到这个价位 就会受到这个价位的什么呢 阻力 如果在这个位置 受阻力 冲不上去 它回落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前期V形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价位 它就会形成一个支撑位 我们可以计到 这个位置的支撑位 是350到351 我们可以看整个趋势 先由4号 5号 回落 回落了之后 前高附近 368到307 就会形成一个 阻力 因为这个位置有成交物质区 OK 阻力 我们假设这个阻力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可以看到 6号之后 它大跌 跌到350 315会出现的 有出现的密集区 然后来到7号 慢慢反弹 来到341 到351 你可以发现 368到307之间形成的密集区 在我们的305 到304 再到305 是出现了V形的 V形了之后 来到我们 5月12号 可能会试探上冲 我们刚才 之前 3月4号 形成的一个压力位 如果冲得破 它就会冲上去 如果冲不破 它就会回落 回到哪里 我们 之前的 这个位置 350 到351 这个位置 和304 这个位置 V形区间 就会形成一个支撑位 这个支撑位 就会支撑着我们的股价向上 所以 我们的市场轮廓 可以帮我们 比较清晰的描述 试出哪个位置有阻力 整个物质区形成的阻力位 哪个位置 形成一个支撑位 他们的趋势是看 先高落 还是先落 再高 OK 我们现在 讲的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